大家好,我是明哥,这里是明哥聊太集 那么今天的教学时间呢 我们学习少林五步拳 少林五步拳是一种比较简单 适合少年儿童练习的套路 动作只有五个动作 那么简单 好,那么下面呢 我们开始今天呢 学习第一个动作 好,首先呢 我们要自然站立 自然站立 这个 站立的时候呢 眼要平视 手自然下锤 然后呢 我们 两手握拳 握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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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拳 倾向上 抬起小背 抬到平的程度 抬到平的程度 抬到平的程度的时候 抬到平的程度 这是第一个动作 好,大家注意了 第一个动作 两手变拳 先立正姿势站好 因为这个不是太极拳 太极拳要自然站立 我们可以立正姿势 两手下锤 变拳 上台 拳心向上 身体左转 左腿向前迈步成 弓步 左拳 向前 向前 抓 然后呢 抓 然后 往回 收至腰间 同时 右拳打出 那么这时候呢 是弓步 弓步如 前腿是 弯的 后腿是直的 后腿是直的 那么前腿的膝盖 不能超过脚尖 不能超过脚尖 像我们看 再演示一遍 立正姿势站好 两手握拳 上台至腰间 小背平就行了 全心向上 身体左转脉 左部 左手 变掌 然后变拳 向前 抓 然后收至腰间 右拳 打出 左手的回抽 和右手的打出 要同时进行 好 再看我演示一遍 好 今天呢 我们学习的少林五步拳的第一个动作 公步冲拳 公步冲拳 好 喜欢这个频道的朋友呢 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一次学习第二个动作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